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我是陛下 那看您这身打扮吧 应该像是这个清朝的皇帝 对对对 你看我是哪一位 哪一位 同志 要么就是光绪 不是 要么您就是宣统皇帝 行 行 别说了 好家伙 你瞧你说这撒皇上 一个死得早 一个没到两天 一个让人给官的倒上了 没一个得好的 你再看看 我 红绿 前龙爷呀 对 哎呦 见过前龙爷了 那您那我们这儿转有什么来了 什么就是那你这儿转有什么来了呀 我这儿啊 今天啊 出来我是散散步 我就听见你这边啊 有人唱小曲儿 我说这小曲儿我这不就过来了吗 那我今天是你在这儿唱的 呃 唱的是什么呀 我唱的这个叫秦淮景 是讲咱们这江南风景的 您不是常去吗 呦呦呦呦呦 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哎呀 这江南呀 呃 我正是有日子没去了 嗯 啊 有日子没去了 行 今天我就到江南游玩一份 哎 您要去南方啊 啊 啊 这啊 您姐这儿出门呢一直奔难走 完了别回头啊 啊 啊 您走上仨月 我就到南方了 您就吊通会河里头了 别老开玩笑 我这就去了 慢着点啊 陛下 1930年 同春园在老北京的美食一条街 也就是西单商业区开了张 1999年 为了配合西单商业区改造 搬迁到了新街口外大街上 镇子六下江南 皆是为这江南的美景美食而来 今天游览一番美景 动感腐中饥饿 来到这同春园 这呀正好要饱餐一顿 来人哪 来人哪 倒是来人哪 什么饱览江南美景啊 我看你就是想饱餐江南美食 这李然还想要白白普大吃特吃一顿 没想到却被经理叫去后厨当学徒了 原来店里呀 早知道今天要来个小胖子当学徒 我说李然 还是脱下龙袍 换好厨师服去干活吧 王大师我是跟您诚心诚意的学艺来了 希望您能收下我 您拜师可有要求的 我知道王大师 实际上您打听打听去 我干活什么的各方面 我还是挺有眼力见的 我不是说那意思 你看我这两个主意 这是我二位师哥呀 行那我知道了 那我大一知道您是什么要求的 大师哥 师哥师哥 我二十九 抱好家伙 原来您二位是和二一样 打劲儿去咱们就是三巨头了 既然想学这个 我们餐饮行员内部的树语会不会呀 会 说什么呀 吃嘛 没吃 干嘛 没吃 不是这个 那我问你 我给你一麦上一户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呀 一麦就是一份 就是一份 对 这是鬼菜饭 我得叫 说你嘴太快 说这个油温三十四十 你应该知道吧 哎呦 这我可知道 一成是三十度 三十就是九十度 哎呀 可以教可以教 这不比不知道 一比下一跳 您看这二位师傅的衬托下 我头会觉得咱们李然是如此的苗超 看来 要拜王大厨为师 李然的小身板 还得在横向发展发展呢 来吧 艾老 来来来 可吃一顿消停饭 消停饭 就咱爷俩 对对 随便招 一会儿还有热的 可以 我最得意 烤服是吗 那这烤服好 可以 可以 你俩吃饭就是 这家人你看多好啊 这个做的 多 您瞅瞅 大胆 朕还没来呢 就敢在此用膳 就此理 艾老 我说二位 你们这 好吃 你就在这演吧 等会儿吧 一会儿吃吧 一会儿吃吧 这就对了 这回咱为什么到重春园去啊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呀 咱们是大好的春光啊 这个过去啊 咱们古人不是说的好吗 叫做烟花三月下扬州 咱们呢 因为工作呀 各方面的原因 去不了扬州 到不了南方去 那没关系啊 我就特意啊 找了一个咱们 具有南方风味的馆子 把这的菜呢 带着咱们演播室来 请您二位品尝 就如同啊 说是烟花三月 下了趟扬州一样 王大厨决定 先教李然一道扬州大菜 要说这道菜 那可不是刚来的小徒弟 就能上手学的 李然这面子可不小啊 你可得认认真真学呀 刚好那今天就教你一个 咱们这个黄洋菜的三头不一 哦 拆毁鱼头 拆毁鱼头 蟹黄狮子头 对 还有一个您说 什么呀 猪头 猪头啊 对对对 吓我一跳 这师哥怎么还要咬人呀 这做拆毁鱼头的第一步 就是拆鱼头 您看李然这信心满满的样子 想必这拆鱼头对他来说是手拿板钻的事啊 叫拆毁鱼头 对 那就得把这鲜鱼头给他拆了 对啊 嗯 那拆吧 嗯 嗯 拆吧 叫你拆呢 叫你拆呢 我是拆呢 来来 那您来拆吧 我是拆呢 这里还有英语呢 先叫你来你就来 向你上你就上 哪有磨叽啊 嗯 我真我上啊 嗯 那万一我要没弄好呢 没弄好 晚上你两个师哥给你加加班 胡组课 啊 一听说这鱼头拆不好 还得让两位师兄给自己要加班上课 李然又要脚底抹油开溜了 买了力气 洗手去吧 哎 我我洗手去吧还是 哎 哎呦 好家伙 这链鱼头我看了呀 那哪拆得了啊 那帮帮硬呢 我拆不了 一会儿给我加这课 好家伙 他们俩那块头我受得了啊 幸亏我机智的 略施小技啊 我是金蝉脱脚 洗个手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废水不说 李然 你就不怕你那小胖手洗秃鲁皮呀 哎呀 师傅我洗手回来了 我 你是洗手呢 你是干嘛去了 几点啊 开下班了都快 二十分钟 你们就站这看这鱼头啊 哎呦 我拆不了 你说拆了就拆不了的吗 不懂就问啊 那我不会弄您教就得了啊 对啊 把这鱼得蒸熟了啊 得蒸一下啊 就是啊 我说这生的怎么拆呢 蒸一下 原来王师傅是故意在给李然出难题 是想让李然知道 不懂就得问 这拆鱼头也是有方法的 得先蒸后拆 先将鱼头用葱姜料酒腌制后 上锅蒸15分钟 就可以拆鱼头了 行 拆这鱼头呢 手要轻巧一些 劲儿小一些 你别看你俩师哥 这块都这么大 手可巧了 内秀 对 是吧 把这手呢得换着水 哦 看没有 一点一点的 把这骨头挑出来 帮你小手 掐上它 把这肉留下 咱们基本呢 我把这边给拆的差不多了 我拆这半了 对 你拆这半了啊 行了 行了 好 来 这个王剑 拆点它啊 等我回来 再看看它的成果 别它拆乱了啊 好 那不行就实行驾驾 在师哥的监督下 轮到李然动手了 这拆鱼头可是个细致活 您看李然是一通瞎拆 站在一旁的师哥 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急得干脆 亲自动手替李然 把鱼头给拆完了 师哥 我觉得这条鱼吧 一定是语文比数学学的好 对吧 因为你看明显它左脑比较发达 这个右脑呢 你看它东西少 干嘛 让你师哥教你 你怎么教你师哥干的 没讲师哥干的 我干的 你看 再手里再挂了 挂了一条鱼就没了 还睡着了 是 那师哥给弄坏 那个 那个 摘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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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刺了 没刺了 您检验一下吧 这块怎么回事 这块 可能没骨头了吗 没骨头了 那那是啥 这个 这个什么 这是鱼刺 没事不要了 拆好了鱼骨 就可以汇鱼头了 先将虾仁火腿冬笋香菇下锅焯熟 锅中放入大油浆末 倒入高汤 料酒 盐鸡粉 胡椒粉 鸡汁调味 再放入拆好的鱼头和焯好的配料 配上几颗小油菜 慢炖二十分钟 美味的拆绘鱼头就出锅了 您看这李然又迫不及待的 要先尝尝了 王哪是 好家伙 这一看 色香味型了 但是能不能尝一尝 可以啊 真的 可以尝 香 这个菜不就叫你做了叫你尝尝 做厨师就得吃 还是您理解我 吃哪行啊 您是我碰见最好的师傅 是吗 快来一筷子 要筷子干嘛 下手 下手 下手多烫啊 再说也不哑观啊 那我就没办法了 也没办法呀 我有办法 在手来的 我就想到了 那我就尝尝啊 尝尝 鲜 实在是鲜 高老 爱老 您看看 这道菜已经上来了啊 这也是啊 咱们这个一道镇店名菜啊 叫做拆绘鱼头 因为咱这淮阳菜大伙知道啊 这个有一个三头一片 拆绘鱼头 还有一个鲜花是狮子头 还有一个爬烧整猪头 可以 等于这个二头都在这儿了 都在这儿了 就咱那整猪头了 可以尝一尝 先待会再尝 我突然觉得呀 咱们一人仨 跟这三头燕啊 还真是有缘分 头发联想啊 您看这个本人嘛 虽然肚子里的祸不多 但是这脑子 我觉得脑子里还有点祸 够用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跟这个拆绘鱼头啊 还是有缘的 爱老 您看没 爱老师 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但是人家一张的就酥酥 人家南方待了很长时间 精致啊 哎 精致细腻 然后人家 哎 您看这个蟹粉狮子头 哎 这个您得着 我觉得这个跟您特别 我是四季考夫 我就考夫得了 我不想跟你们玩这游戏子 还有一头是什么来着 哎 没 没 没 这 哎 哎 我不跟你们一块 那个分这个了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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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这个啊 这个爱老 您游戏得多吃点 因为呢 在此之前呀 我们的师父已经精心的 把所有的刺都给剔除了 哦 所以您别看它是个鱼头 但是呢 您吃哪一口都不会扎着您 对 有这么一句成语啊 哎呀 多多 怎样啊 叫做 秀色可餐呢 嗯 对 你说咱们今天吃这个菜 秀色可餐 跟您有关系吗 哎 它精致啊 你说咱们北京的景色 它 它也模仿了一些 嗯 有的就奔那儿走 必须得奔那儿走啊 对啊 而且不是现在才奔那儿走 哦 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奔那儿走了 江南特色那颐和园里边的苏州街 苏州街 嗯 乾隆年间特意见到这一条街 嗯 供什么呢 就是人家皇帝啊 皇妃啊 说一说啊 就是过干瘾的时候用啊 嗯 这个苏州啊 我们实际上都受到了世界人民的热爱 当然 因为这个苏州园林啊 绝对是建筑史上的一只奇葩 嗯 这个 在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呢 那都是浓膜重彩 友善一比 其实在咱们北京呢 嗯 这个苏州园林啊 这种景色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能看得见 还有一个地方 大观园里头 嗯 这个景色呢 也非常之漂亮 其实它也是模仿的金陵的这些个建筑修建起来的 哎真是 都是一比一 然后呢 按照那个原样 然后在北京这儿建了这么一个大观园 嗯 我有时候就非常愿意去大观园 嗯 因为我去大观园嘛 我就感觉 流浪了 很亲切 有一种 你们不觉得我像贾宝玉吗 我 我一见那里头 我就很亲切 就 总是有一种感觉到了家里 还真像贾宝玉 是吧 谢谢 像贾宝玉没减肥 我考你们一句话吧 好吧 这个李白有一句诗啊 哦 叫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这不是我刚开始打头头说的那句吗 那我要问你们了啊 东哥 这烟花是什么花 好像原来课文里边学过好多遍呢 烟花是不是就是 就是柳树的那个非非虚 对 对 这第二个我已经提给你了 还有我的事呢 哎 烟花三月下扬州啊 是上扬州去吗 那就 扬州啊 那是个大概念 可能指的是扬州啊 那时候的扬州 包括了江南几州啊 它叫大概念的扬州 所以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个烟花咋咋对了 扬州 绿大错了 那其实后边省略三个字 应该是烟花三月下扬州 那嘎的 所以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咱们不能够烟花三月下扬州太远 咱们工作都忙 有一个地方啊 湖北水镇 你说晚天 这不是咱密云吗 密云顺着那个京城高速 走过去 喝那个水镇呢 哎呀你看到 有点像那个乌镇那个意思 是啊 松鼠鲑鱼不错 松鼠鲑鱼是吧 对对对 头鱼也不翘 那个松鼠滋滋叫 那个也是咱这一道正典名菜 银鱼酒菜笨蛋也是赵白山 每次避典 银鱼酒菜笨蛋 闷蛋闷蛋 这也是咱一传统菜 这个是那个乡村农鲑鱼 农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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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个十丁菜 我不吃了 我谢谢您 我吃一块大的 得得得 你尝得真的不好吃 谢谢您 真是 真挺好吃的 真挺好吃的 跟乡村汤鲑鱼 我没吃饭呢 赶紧放后煮 赶紧看什么 这大叔问我吃饭了吗 我等要留我这吃点 能给我支后煮去了 我看您那拿的是什么酒啊 这是他自发 这是他造作 你让他讲 这是只关于盐子 里面泡的是什么呀 牛兰山 牛兰山 放了凤鲜花 什么花 凤鲜花 芝蟹草 芝蟹草不原来染芝蟹的吗 对对对 这个是宗师警官这一言 奇效 您这个 你顺便再给牛兰山做好了 只能用牛兰山好 白酒就是 牛兰山 用白酒就可以 但是牛兰山是效果油加 刚刚说这几句 你看我像本根的还是豆根的 您像豆根的 您像搞闯作的 您像副活者 相传85年前 童春元刚刚开张的时候 掌勺的大师傅 就推出了一道 捉捉弊点的大菜 松鼠桂鱼 饮的食客们 是闻香下马 只未停车 这不 李然直接奔着鱼缸就去了 打算捞一条 找王师傅 去学学这门手艺 王大师 鱼都捞过来的 咱们 学学这松鼠桂鱼吧 二斤高高的 二斤高高的 那就行 叫你王县师兄 教教你借刀 借刀就不用学了 借刀我会 当时人人客气客气 师傅 我那个刀炖了 来不及磨 能不能把您那刀借给我用一用 这借刀咋还不会 这得客气气的 客气客气 是那借刀吗 什么借刀 借刀就把那鱼 还有花刀 处理那个鱼 一个过程 叫借刀 就是改给刀呗 对 得了 王县师兄 那跟您借刀刀 不是 跟您学学借刀呗 要说师哥干活是真帅里 去头去骨 改花刀 几下就处理完了 李然呐 师哥教你的时候 你不认真学 敬瞎聊 现在该你动手了 我看你怎么办 咱们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儿 特别的好 它这个吃呢 都是没什么刺的 然后呢 大伙这么一品尝呢 可以又香的 又安全 这借冰子是借鱼啊 我这 好了 请您检查 这就好了 这里师哥借的 你这边还没动呢 行 把鱼肉翻过来 翻过来 怎么办 哎呀 这个手 哎呀 哎呀 他打我 他还是他疼 哎呀 快点来吧 刚才怎么接的 你师哥 就 看该是 到宫不够 王剑 再演示一下 平时挺聪明的李然 今天怎么这么笨呢 这鱼都在手里 转了八圈了 愣是找不着 下刀的地方 先往后片 行行 知道了 知道了 哎呀 您早说呀 你别片手 我看你还是刷碗去吧 别别别别 切完别拉手 拉手刷碗都刷不了了 我说李然 等你切完 这条鱼都快变鱼肉馅了吧 我看 要不还是让师兄切吧 王剑师哥 心服口服了 总结起来 四句话 王剑师哥不得了 切出来的松鼠鲑鱼 实在好 我要向他来努力 哎 就先到这 干活去吧 改好花刀的鲑鱼洗净 用盐和黄酒腌制 拍上淀粉 就可以下锅炸了 炸制时一定要注意 要将鱼头的尾巴翻个个 这样炸出来的鱼尾 才是翘的 做松鼠鲑鱼 关键就是料汁 王师傅将做法创新 采用炸汁法 能让料汁的颜色更加鲜艳 而且入口醇香不腻 葱姜蒜调好的料汁 隔水加热 油温六成热时放入热好的料汁 然后浇在炸好的鱼上 这道松鼠鲑鱼就做得了 李然做的这道松鼠鲑鱼 能得到师傅认可吗 王大师 王大师 您看看 您尝尝 松鼠鲑鱼 是吗 您尝尝 怎么样 味道不错 外焦里嫩 是 给85分吧 怎么还给扣25分啊 不会算数啊 您看啊 我手里的这道呢 就是咱同春园的镇店名菜 是松鼠鲑鱼了 我赶紧啊 给它们油仨端上去吧 来喽 名菜来喽 快来快来 来来来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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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仨咱们今天这样啊 都说咱这江南菜是无菜不文化 在这个吃这道鱼之前 咱问一个有关文化的小问题 行 好 没看 这叫什么问题啊 哎 燃子哥 你先多识广 你说这字他念什么呀 绝呀 你看咱现在满的街不是臭绝鱼 就是这种东西啊 你这绝对不对 你这样我给你点提示 咱今天吃这鱼叫什么呀 东鼠鲑鱼啊 对了 跟这鱼有关系啊 这就是鲑鱼的那个柜子 别闹了 鲑鱼的柜哪是这个柜呀 鲑鱼的柜是这东西柜不柜那个柜 你也就是个秘密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柜 我想想啊 是桂花那个柜 这个我还跟人家师父请教过 说您刚才也说的 到了这个季节了 好多树全都开花了 那个花啊 顺着树上啊 掉下来之后啊 拿风这么一吹吹到河里去了 那么感到这河里面的鱼啊 没得吃怎么办 一看呦哇 喝了来水会儿的啊 游上来了 吃了之后呢 你想他吃的是那桂树那桂花 所以呢 做出这鱼就得叫它桂鱼 所以就应该是那桂花的桂 他平时还吃姿泥呢 那不是因为吃这个桂花 而是每当桂花开的时候 这个鱼的肉是最肥最美的 所以叫桂花鱼 哎呀各说各礼吧 各说各礼吧 这个我一定要要问两个问题起去 既然它叫桂花鱼 你看你刚才又说了 那是个桂贵 那这个字又从何而来呢 我不知道啊 怎么这个 那既然是有了这个字 它怎么又有桂花这个字呢 想必是您知道啊 它的证明叫 松鼠鱼 松鼠鱼 您您等会再说 您是真不知道啊您 那不妨碍您是 这道这道省事啊 说不上来把这字给去了 你看啊 你看他长得像松手 对不对 人家都说了 前挺后绝的 这就是 你那爷儿俩 我一没看出 又吃两块的 咱今天这儿 要将文化进行到底 咱这样 我在图片上找了几条鱼 大家会看看 认不认识这几条鱼 好嘞 你别偷吃 我跟你说夏天妹妹 咱们这知识 你不用看 肯定不知道 来 人子哥 您见多识广 您看看这什么鱼 不知道 那艾老师 知道不知道 听艾老的吧 这个吗 对呀 我叫这个吗 对 是吧 他叫什么鱼吗 八成是艾老也不知道 他叫 他叫 上大案子 您别蒙住了 我给您疏通疏通 这叫轻鱼啊 你看轻鱼 没啥 头一个艾老师蒙住了 人有失手 马有乱踢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失业 后边三个一定都 一定能知道 来 下一张 艾老 这艾老一看就知道了 这咱们常见啊 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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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您点提示 咱常吃的淡水鱼 常吃 什么那个烤鱼啊 我们水煮鱼啊 就就尝这种鱼 不是 今天是主要这个 秀色可餐啊 不是 有点 有点 头一个你蒙住了 二个还蒙住了 又蒙住了 那是不知道吧 今天主要集中在这个春的气息上 对 这具体的问题 不是 精神主要集中在 怎么一会儿把这鱼带走 这应该是鲤鱼还是连鱼啊 我觉得应该是草鱼 咱们要不看一下 你也没准 什么我觉得呀 你看个答案 你看个答案 来 你看见没有 这你肯定知道 这个太知道了 这个叫刺的鱼 这个鱼可好啊 这鱼一生气呀 甚至你看它刺儿圆起来 炸你 河豚吗 河豚 这不是就开个小玩笑吗 还能不知道这是河豚吗 对呀 还有 这是什么 这是淡鱼 淡鱼 再说 咱说的是淡水鱼 能有淡鱼吗 这我知道 这是刀鱼 长江刀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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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鲫鱼 咱现在往长江那方向说呢 您就往长江三仙里边想想 叫石鱼 是不是就是它呀 你看 一个鱼一个时间的石 二和多 哎呀真是石鱼 我跟你说 就这 就这 这确实 脑子里有东西 著名作家张爱玲 有三大恨 哦 哎 哪个大恨 跟鱼有关吗 一恨海棠 无乡 二恨 食鱼刺多 三恨更矫情 三恨 红楼 梦未圆 哎呀 爱老 现在就有一大恨 咱们刚才一个没说对 要说李然这聊天的功力真是健长啊 不但能跟咱中国的朋友聊 连外国朋友都照料不悟啊 李然 你这英格历史还真是 very good啊 哈喽 哈 哎 哎 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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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nice to meet you too 嘿 你瞧瞧 咱这个 听着这个是说的也很好 对对是 我听着了 朋友 朋友 啊 对 你看我咱就中文了 太太多的英文 我也 对 我也翻译不了啊 您帮我问问咱这位外国朋友 吃咱们这的 怎么样 吃的习惯吗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eating the fruits from this region the young people and I like it very much 就是说第一次吃淮阳餐 嗯 然后说感觉非常好 我听大概其实这意思啊 这都不错啊 这些都是我的 我一会我全吃了的 得嘞 得嘞 那也向您表示感谢啊 然后那个我用 最后我用一句英语吧 来结束咱们今天的这个访问啊 拜拜 哈哈哈哈 真的就是一天只要把人看你的节目 什么烦恼都那样了 哎呦呦 真这可千万录下来啊 这话 这可千万给拖出去啊 那今天是一看你的节目 这时间想到说你像什么的 我说你看 哎呦这这大人 今年您有三十几啊这个 哈哈哈哈 这可可不像啊 您没听人大人说吗 一看我节目就笑 这叫笑一笑十年少嘛 对 小鱼腹 啊 软兜 啊软兜软兜 啊 还有削肉 都是他这名菜 还有狮子头 呃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爱吃淮阳菜 我就是学这个 啊 您是学 呃 厨厨厨的 是的 哦 我从十几岁就干这个 哼 那您这不是上这吃饭的 您是被我们业务进行考核来了呀 我不是南方人 哦 但是我记忆南方看见人 我就是喜欢这南方的 就喜欢南方口味 对 哦 我就是八十多岁了 八十多岁了您 八十三 不没事了 八十三 就看看哪是好吃的 咱就品尝品尝去 对 哎 八十多了您可不像啊 精神绝术 身门硬了 八十三 我八十二 哦 不像不像 二百二十 二百 好 家人三八二十四 二百 哦 没问题了 李然在前厅聊了一圈 看着这一桌桌的菜 他这肚子里呀 是叫唤 这不 又到后厨 翻腾起吃的来了 哟 剑哥 可以 行啊 啊 要不说您是劳动模范呢 这松鼠贵鱼 本职工作弄完了 这干嘛呢 这是 要不说您那个内秀呢 啊 这个手真巧 还秀花呢 想去慢慢秀吧 哎 我来 干嘛 啊 来 啊 你也来秀一秀 不是 你也来秀一秀 这我要看他在这我就不进来 我说进来找口吃的 你说我跟他搭了这会儿干嘛呀 哎 哎 行行行行 哎 那怎么你秀花就坐着我秀花就得站着呀 那你坐着啊 我站着啊 那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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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我站着没事啊 我站着啊 有什么吧 一会儿椅子让你给做屁了 摔泥匹堆 扇鱼只有中间一根大刺 去骨非常简单 将超过水的扇鱼 用专用小刀 使其骨头分离 剃出大刺后就可以下锅烧枝了 李然学给扇鱼剃骨还是蛮快的 至少比他给鲑鱼切花刀强点 嗨老 高老 快尝尝啊 趁着这吃 可以 这个呀 是咱们这儿的一道镇店名菜呀 叫做享有善狐 怎么样您吃 怎么了 怎么总觉得这 稍稍有一些的逊色 你尝尝 不可能啊 你尝尝 我尝尝 您这是爱师傅拍摄啊 这师傅不好点 差点 这两个师傅 这是你做的还是师傅做的 我做的呀 你怎么做的呀 然呢 我就是把这个 原材料加工好了 先焯水去清 然后调了一个汁 调完一个汁之后呢 我就炒这个葱姜汁 然后呢 就给它都放进去了 拿这个汁这么一溜锅边 然后就出来了 这个没什么毛病啊 就是这样啊 哎呦 哎呦 太老 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对 差了很重要一步 享有善狐 光口善狐了 咱那享有没有浇上去 那油那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 那咱赶紧吃汤上 好嘞好嘞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二位 刚才给旺子那做着油呢 这回您再尝尝 嘿 哎 这回您再尝尝 哎老师 哎 这个我想我就不必尝了吧 啊 啊 这个一会儿我回家慢慢的就停下来 哎 这得趁热啊 老师 这得趁热啊 趁热啊 但有一条啊 这个一定要用享油 哎 为什么要用享油呢 嗯 啊 因为啊 它这个图一个彩头啊 啊 这个油往里一浇 死他 你看光红火呀 真是真是 再者说了 嗯 它这个工艺啊 有了这个油温一条 嗯 那味道就出来了 什么时候吃这这道菜最好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端午 呦 端午 哦 哎 有一句话呀 叫端午吃汤 嗯 塞人参 您说咱北京这个地儿啊 嗯 它没有海 嗯 但是河可不少 嗯 哎呦 有一次啊 嗯 吃这个螃蟹 啊 就河里边的螃蟹嘛 嗯 嗯 白洋店的哥们 送了我两篓 我那时候我也不同 我说哎呦 这两大楼的螃蟹 都是活的 啊 咱回家咱蒸螃蟹吃 我没蒸过呀 啊 结果那天一蒸啊 我们家乱成一锅粥 从这以后 我再也不蒸螃蟹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嗯 这螃蟹你肯定不能说 那个水没开 没爆蒸气 你就给割联 嗯 它自个儿能跑出来 它闹腾 嗯 你就得试啊 那个里边那水开了 啪 这一层这梯 就放上去之后 冒着烟 关键这旁边他也知道 他不下去 他到处扒 逮什么不撒手 嗯 你就刚向下一个 啪 那个那什么锅园就啪一个 刚一到啪 这边都跟那高调运的园子似的 和好 家伙 一个一个都这次 这 就不下去啊 还跟您说话 就不下去啊 我当时心里边我这挣扎 我说 给家里带来了 是吧 一大家子人都等着吃呢 是 但是像里边扔这个 他真跟你干呢 是 我当时 哎呦 就反正这心里大家都明白啊 别人吃挺香 我弄他这个都 您眼瞅着 是啊 我就吃不下去 关键是啊 这事都过去了 等到晚上 睡到半夜就惊 咔嚓 哎呦 咔嚓 咔嚓 螃蟹找您来了 还真是 报仇来了 真是螃蟹找 真是螃蟹找了 咔嚓 咔嚓 不是哪的事 都吃了吗 拉开 你拉这灯 没有啊 什么声都没有 听错了吧 螃蟹也闹 我说可能听错了 再关灯 接着睡 刚一熄灯 咔嚓 咔嚓 我说不行啊 这咱们怎么着 都得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声音 让你吃我 我又把这 把这灯给开去了 开了之后啊 我就翻箱倒过 啪成底 我终于看见了 呦 你猜怎么着 这声是怎么来的 你不是家里 有那暖气管子吗 暖气呢 暖气变 那螃蟹在那个 暖气变里边躲着呢 他这么一动 就咔嚓 咔嚓 哎呦 我说宝贝 你这家 你还活着呢 我就这一个了 他都不容易 跑到这儿来了 得了 咱放声吧 找一个合钩子 得了 大爷您请吧 不在我这事 您把那个活泡 拿我们家来 我帮您煮 蒸完您上我们家吃来 今儿个太阳 是打西边出来了吗 这小胖子竟然主动 干起活来了 不过依我看 他这脑子里 一准又在琢磨吃的呢 哎 这什么这么香啊 哦 啊 哎呦 你怎么我中午吃的啊 哎没有 我尝尝 尝尝 尝尝也能吃啊 不是 你这盘 你掏钱买了吗 我就吃了一口 这一盘全让我买了 那可不办 一盘六个 你吃一个还剩五个 赶紧都买了怎么办啊 行行行 买买买买 真屎 一会儿掏钱 那个 我这个 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是偷吃 我还是想学学 就这个春卷 还是它怎么做的这么好吃 那你是想学这春卷咯 对啊 这个春卷你学的会吗 我学的会咯 行 那我待会儿找一个小厨家 教教你 今天你这一天 你就学这春卷吧 炸春卷 是江苏菜里面 一道有代表性的小吃 表皮酥脆 馅料鲜香 关键就在这溜面上 李然呢 赶紧跟着这位小师傅 好好学学吧 这不就是 你的手行吗 你的手有你的腿 还行 我这个啊 您看看 实质灵活 咱这个 等会儿师哥 你看啊 你这个也挺辛苦的 弄面呀 需要把他力气 你先补充补充 吃一口 你来一口 一会儿 一会儿交一半钱啊 先来一块面啊 这是发面还是死面啊 死面 这是死面的呀 划而不掉 你捞面的事 你要跟我说一声 好 我给你有应俱离 这溜面讲究的是 面在手上 划而不掉 让面团形成一个球状 看着挺简单 可李然一上手就错了 哎呀 来个溜 你这叫溜吗 我这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怎么着啊 你瞧你这叫溜面吗 对 不叫溜面呀 基本上那个面在 不是 黄大师 那边好些事啊 都离不开您 您先忙我儿就行吗 行行行行 哎呦 哎呀 瞧着这手 没啥子就注意了 在这太急了 我说李然 你怎么还给自己 弄了副白手套戴呀 你看看你那俩手 全是面 费了半天劲 李然这溜面 算是勉强合格了 就可以上锅道了 哎 哎 有点香 有点模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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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向辛苦 教导自己手艺的 王大师表示感谢 李然决定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春卷 献给王大师 要说咱们李然 就是懂事啊 所以师傅很辛苦 包大的给师傅吃 哎呀 啊 面 放错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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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vita 我在春卷宝宝 щ 您看看李然 做的这春卷 跟它长得一样 都是白白胖胖的 包好的春卷 下锅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快把你炸的春卷 拿给王大师尝尝吧 炸好了 炸好了 这个是给您的 是我亲自给您制作的 这玩意儿有分量 是挺沉的 是挺沉的 这一个春卷 给我那一盘春卷 你炸的大了点 剩的 老 高老 咱们吃了不少菜了 咱们吃多少菜 都得来点主食 今天这主食也比较有色色 你看看 春卷 这春卷和春米 实际上全都是 里面包裹着一些菜 但是还是有所区别的 春卷它个头比较小 还要隔油里炸一下 春饼直接卷着就吃了 这个我觉得也体现了 南方和北方文化的不同 你看南方人 他吃什么东西 都比较精小 比较细致 所以他个头比较小 北方比较粗广 比较豪爽 所以他那饼都比较大 还真是 你说这吃法 您说这炸春卷 您肯定是加起来 您看闻兜兜的 放嘴里这么吃 咱北京这个春饼 您想这几盘子菜 这春饼可都是荷叶饼 您得趴上手接吧 然后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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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豆子还是里边的家都是派的 卷是吧 卷完了到最后 这边插一抽 这一脚一窝 这么咔嚓咔嚓吃 你说这动静得多的 他明显跟这个南方人 行为做派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呢 有的同志是非常之热情 一看我这吃的挺欢 是艾老一直不动筷子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说艾老 您别着急啊 我给您卷一个 我这筷子 嘟喽嘟喽 来艾老您吃这个 艾老呢还正给吃的 说喝你看 今儿吃的还挺香 跟同志不一个味 你看咱们这一桌 这三个人呢 这个南北方这个性格 体现得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是吗 那你像高老 咱俩不都就北方人吗 东哥 东哥 那典型的北方大案呢 你占北方了 估计南方就是我的 您看出来了 我阻击是澳门 人家没说你 没说我 那谁谁是南方 肯定在这里嘛 这里嘛 这里嘛 这个 我跟你们讲啊 南方 说来两盘 不能这么这样 哪日 来点小菜子好不赖 小菜子好不赖 我们今天只是谈威决吗 来谈文化 只是威决吗 文化 文化 对您说 春天哪 江南哪 春哪 洋溢这样 我跟我的这个爱的妈 我们刚刚刚在江南 那时候正在谈谈恋爱的时候 有一次到他家里去了 我说这个鱼很鲜美的了 菜很鲜美的了 但是缺少 缺少 缺少平弹 爱的妈给您唱平弹累的 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吸你的 吸你的 我给他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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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瘦 走 你看 来到猪中 怎么样 瘦 走 就得这味 怎么样 今天那个菜就是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味道还可以吧 就一句 大家都看到了啊 我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老字号 不管说到哪家 特色非常的鲜明 没错 实际上不光是老字号 这个人呀 其实每一个人 根据个人的性格 其实也都有标签 还真是 我想呢 借着这个机会 说说我吧 当然我这个标签也有 说是优点和缺点 优点呢 标签我就不说了 因为也说不凡 我说说我这个缺点 缺点其实有时候也是标签 我这个缺点呢 就是啊 心太软 不记仇 哎呀 你比方说每回吧 节目弄好些个好吃的嘞 结果吃到最后呢 还老一个 不是我没文化呀 就是不懂事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生气 但是我这人就是这样 太善良 我的标签 主题词应该是太善良 说当时我接一句啊 我觉得你这些缺点 是得改成 是吧 你也不总结一下 这么多期 三年节目了 谁老说你不懂事 谁老说你没文化 是吧 而且那菜卡 都要回家 是 你得记住 容易不能什么都忘了 容易受伤害 下面说一说我的标签 首先说什么叫标签 标签就是标志 什么叫标志 标志就是标签 这怎么又说回来了 标志就是特色 一想到他 一想到他 马上想到他的特色了 爱老的标签是什么 头发勺 头发勺 什么头发勺 什么好打拨 怕爱他吗 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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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鼓励 学个京剧 有人说爱老是说话 老是这样 我碰到一个朋友 说爱老 我爸看了 你肯定是学京剧的 说你说话都拿着 你看没有 这叫拿着 这就是爱老的 给您您不吃 您拿着 其实二位 咱们都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这么受 这观众的喜欢呢 是不是 就是自己特点太鲜明了 你们总结没有 不光你们二位 也包括我 整个北京 这所有的爷们们 其实都有两大特征 第一是局系 局系 第二就是爷们那个劲